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说是生死一瞬间 地震警报声大座驾驶减速停在隧道内下一秒瞬间山崩 台八县山壁崩塌眼界石块像是炮弹一样四处喷飞 更惊悚的是眼前吉普车和机车来不及开进明隧道 吉普车内驾驶当场被落实击中不幸罹难 骑士也因此骨折受伤至今余悸犹存 同样恐怖的还有这一瞬间落实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 驾驶赶紧倒车躲藏 但落实仍然无情砸裂挡风玻璃 驱发就在九区洞西口方向 一阵天摇地动后致名驾驶紧急到退逃过一劫 而同样触目惊心的还有这一幕 不是吧 大大小小磕碎石到处弹射挡风玻璃瞬间被砸毁 喊说又救援 因为明隧道前后两端全都有落实摊方 行车记录器最后全部变成一片黑 地点同样是在九区洞附近 大地产 对我赶快先躲到这个 原本驾驶先被落实砸中车顶赶紧冲进明隧道 惊魂未定中又开始惊见大片落实摊方 晚如电影在那片情节真实上演 树枝和石头疯狂掉落乱飞 烟尘铺天盖地而来 而这死里逃生的种种瞬间 随着画面一一曝光 不少民众隔着荧幕都能感受到惊恐 记者综合报道 这次地震重创太鲁阁国家公园 其中位在公园内部落湾附近的山岳村饭店 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园区内多处落实 第一时间还成为了临时的收容所 提供80多名游客战时避难 而地震发生当时 有员工正好在上班途中被落实砸伤 还有员工拍下了天崩地裂的惨况 直呼真的是太恐怖 一阵天摇地动山崩地裂 台八线上仿佛沙尘暴席卷过后 满目疮痍 道路汽机车全被一层厚厚的砂石覆盖 那我的摩托也要过去吗 拍下影片的是泰鲁格国家公园内 一间饭店的员工 当时他们正准备上班 没想到半途遇上大地震 其中一名员工手臂被落实击中骨折 员工们合力将蓄水池扶震 两个巨石从山上滚落砸中小木屋 园区内木头砧板还有栏杆都被震毁 地震威力惊人 饭店损失超过千万 不过地震过后第一时间 饭店还收容八十多名游客 成为他们临时避难的场所 只是真的太可怕了 事后有两名员工吓得 马上说要辞职 看这个国家公园 可能要好几年才能恢复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自己饭店度假屋家屋 也有一些重创 所以我们就决定 先知遣这个大概四十位员工 看着被地震摧毁的饭店 业者也很无奈 不知道多久才能恢复往日的荣景 没办法只能先资浅部分员工 不过业者倒是相当自信 员工们凭借着过去 在饭店内的训练 一定能寻得好去处 未来有机会 也希望他们能再回到饭店来服务 记者综合报道 花莲0403地震 还有五个人在沙卡当步道失联 搜救队在步道0.85公里处 找到了一只鞋子 还有一只手套 再加上地震发生不久前 有德国的游客 在拍摄风景的时候 意外的在这附近 拍到了新加坡夫妻的最后身影 那么搜救队员是持续地 进行重点区域的搜索 另外游信一家五口 依旧还有三人失联 搜救队出动了三部大型重机缀 在西床开挖 尝试挺近 有机会明天抵达游信一家人 最后失联的位置 在几乎是垂直崩落的山壁上 一步步手脚兵用前进 沙卡当步道多处被阵风 增加搜救难度 搜救队员在沙卡当步道路口 到0.5公里处的岩壁架设绳索 以利通过 怎么还有两只 在地自愿自愿 搜救权也不断跟着反复搜寻 搜救进入第七天 在步道0.85公里处 除了前一天有闻到异味 还有重大发现 找到一只被泥土沾满的鞋子 鞋底和鞋体都已经分开变形 离鞋子不远处还有一只手套 是否为失联的新加坡夫妇所有 还有等家属看过实体物品之后确认 而0403地震不久前 有德国游客在拍摄风景时 另外拍到新加坡夫妇的最后身影 就在距离5.5公里处的观景台 走陆路的这一组人 就是从那边计时26分钟 推估他的可能走到的路程 最远到大水管的位置 搜救队用物品和影片的时间去推敲 不过依旧有难度 这里是沙卡当步道的入口 可以看到地面上的瓷砖 都已经碎成一地 就连钢梁都断裂了 而搜救队目前兵分二路 这一部分搜救队员沿着步道口往内搜救 另一部分用重机具持续往内挺进 9号下午0.5公里大崩壁处 拍出三具挖土机挖掘 持续挺进 已经在失联的游信一家人 位置对面 预估10号就可以抵达 后来是用破碎机的方式 把巨石慢慢打掉 巨石蛮多的 所以他们需要一块一块去排除 另外台八县公路太鲁隔断 正门景点长春祠附近 正后惨况也曝光 道路满目疮痍 落石将沿路护栏砸得歪七扭八 有些道路被土石覆盖 连路牌都逗逃灾倒在山坡上 附近道路虽然已经渐渐抢通 但依旧只能单线通行 太鲁隔的修复 恐怕还有漫漫长路 接下来正要请大家 一起来帮这位同学加油集气了 一名在花莲太鲁隔精英酒店 建教时期的黄姓高三同学 0403地震当天 和同事一起搭巴士上班 却遭到落石砸中 压住了双腿 忍痛一夜才从酒驱洞被救出 他双腿骨折伤势严重 紧急送加护病房 装叶克膜抢救 但至于肺部遭受感染 状况不乐观 家属数度哽咽 旧判奇迹发生 忍痛一夜终于脱困 他是花莲精英酒店的 建教实习生 3号他搭上巴士 准备上山实习 没想到强震落下巨石 砸出重伤 黄姓高三身直到四号脱困 发现他双腿多处开放性骨折 送医抢救 只是状况急转直下 6号撞上叶克膜急救 8号一次出现肺栓塞 让守在一旁的家人急坏了 急救比较久 所以就导致 他现在基本是植物人的状态 他现在骨折 那个已经不是最重重的状况 所以不敢让装叶克膜 出现一些异常 所以急救20分钟脑部缺氧 学校售出黄姓同学得奖瞬间 参加餐饮比赛的冠军作品 取名和自己的名字环环相扣 表现优异的他 在0403大地震那天 巨石重压双腿 整整32个小时 病况不乐观 有意识还研判 恐怕得截止保命 枪伏之后我觉得他比较急性 其实要避免有更多的毒物 进入我们的身体 这个时候考虑要把他给截止 黄姓高三润在加护病房与死神搏斗 就判出现转机渡过难关 记者陈静夜花莲报道 强症过后已经来到了第七天 花莲市区里头的天王新大楼 持续拆除当中 但是突发状况不断 让拆除作业延宕 过程中包括发现了瓦斯钢瓶 相关人员只好先暂停拆除作业 确认是否会影响到安全 此外更在七楼的窗外 看到住户养的猫咪 四组交集等了七天 看到猫咪平安激动爆哭 大纲牙突然停止动作 天王新大楼拆除工程喊咖 惊急洒水 因为现场突然有瓦斯钢瓶掉落 一度让现场民众相当紧张 还有住户从远处看到自己的爱猫 卡在七楼窗户边 四组交集等了七天 看他平安情绪崩溃 还数次想要闯入封锁线 还好工程人员即刻救援 协助猫咪平安脱困 猫状况怎样 我比较好吃 而原先就养在顶楼的鸡子 也被明州发现 他们生命力十足 在慢地砖瓦间活蹦乱跳 拆除作业突发状况实在太多 除了要想办法救小动物 还不时要协助住户进屋内拿贵重物品 四楼变三楼三楼变二楼 而协助我们从窗子里面进去 立同北冰间六号的软甲大楼 因为建筑底部柱子丧失支撑功能 出动H型钢架固定才能同步拆除 困难度比拆天王心大楼还要高 要头重脚轻 先把楼层降低了 再拆下面这样 住户也在开拆前 返底家中带走贵重物品 直及屋内惨况 地板墙壁崩裂 住了13年的老家 他在眼前准备被产完平地 多少有些悲伤 忽然间有一只鸭 鸭就在楼旁边这样子挥 这样子挥 我有人说 因为他们说如果有这样子的时候 就是他回来我一直在呼唤他们 焦急的等待迟迟换不回一家团圆 游信一家五口人有三人持续失联 等了七天的阿嬷从希望到绝望 现在宁愿相信还没联络到的孩子们 已经到另一个极乐世界 天灾重创花莲 还在等待失联者的亲友们 只能留守伤心地 就盼有好消息传出 见综合报道 地震骤创了花莲 也影响到了观光业 花莲航空站在今天迎来了 首班闻来直飞的国际航班 80多名旅客仍然决定要按照原定计划 来台湾展开五天四夜的行程 但是旅程是改到了宜兰台北来因应 但是云朗集团旗下的花莲汉平酒店 却突然爆出要歇业的消息 86名员工无预警被宣布解雇 震惊错愕 花莲汉平酒店拉起封锁线 一楼外长瓷砖掉落 柱子钢筋裸落在外 严重裂损 0403花莲大地震后被列为围楼 贴上红单 原本员工以为修复后一切重申 但9号突然被通知要永久歇业 解雇86名员工 员工透露 还有同事是上海关大楼的受灾户 强政后顿时没了住所 现在更丢了工作 饭店集团以文字发出声明 强调会依程序通报劳工局 也会优先询问同仁是否愿意转介到集团下的其他营运单位 而对于不许任的同仁将会依劳机法为基本标准 绝对会保障员工权益 今天是我们劳资科来进入场域 跟这个劳资双方在做协调会的第一场会议 花莲靠着光光平商机航空站 则是在9号迎来首班由问来直飞花莲的国际航班 行程上面是改了N遍 那比如说今天来本来要赏机 是改了行程 之前有听说花莲有逼真吗 那有 那你会害怕吗 是有点想看看台湾 去年起花莲成功推动国际包机 虽然这回强证重创花莲 不过仍有80多位问来旅客愿意来台 航空站人愿意拉起红布条迎接他们 怕能在台湾留下一个愉快回忆 记得成今夜花莲报道 情侣吵架泼气有点火 在台中原名34岁的谢姓女子疑似是不满 男友有小三 找来了干戈到男友家里论 没想到双方发生了争执 女子一气之下朝男友泼洒汽油 造成了全身68%的二度烧烫伤 紧急送女治疗 而女子和男友78岁的妈妈 除了双脚被玻璃化伤 也有轻微吸入性呛伤 一共三个人受伤送女 早上8点多 理性男子和小三在早餐店 买完早餐回到家 没有想到被阵盘女友发现 女友一气之下拿着汽油桶就朝男子泼 两人从屋外一直吵到屋内 最后竟然朝男友泼汽油并且点火 这间窗户开始冒出火光 接着不断窜出浓烟 附近的邻居发现后立刻打电话报警 从二楼烟一直往上窜窜到四楼 我才报消防队 这台王鸡吗还是 藏场 非常藏场 可怜都吃得好 之后警销到场 女子情绪人相当激动 有轻微的呛伤 警销先给予养亲面罩 而男子全身68% 二度烧烫伤 被紧急送医治疗 目前有生命危险 而男子的妈妈要来帮忙面糊 也受伤 你去那里王鸡吗 没有 他进去拨 事故现场拉起了封锁线 地板上还可以看到剩下的半桶汽油 情侣吵架 泼汽油点火 插点亮成火警 警方还在女子的干戈车上 搜出了毒品和一把改造手枪 也将人带回 摩托车没有机油可以使用了 那他要求女友去加油站来购买汽油 来给他添补来使用 那双方因为口角一言不合 而发生了这个纵火情势 根据了解 离心男子家境优渥 是中部的醋品富二代 曾在空军服役 之后没有接管家中事业 反倒开启传播公司 不但亲自接送传播妹 还从事贩毒 是辖区治安顾虑人口 上个月还开车 撞死了一名29岁的戏品工程师 男子前科雷雷 附近的邻居说 经常可以听到两人发生争吵 没有想到这次竟然泼气油点火 幸好伙势没有蔓延扩大 警方也将情侣二人 以公共危险罪送办 接下来刘七宇台中报道 一人黄子焦购买未成年的布牙影片 引发了演艺圈超过百位艺人 联署呼吁修法 而昔日挺她喊加油的演艺圈朋友们 有人也经转风向投入了联署行列 对此和黄子焦超过20年交情的 杨千佩就回应说 当时的资讯跟现在不一样 未来没有办法再跟黄子焦当朋友了 而另外最近有一名K小姐指控 当年曾经遭到黄子焦性侵 由于迟迟等不到黄子焦亲自道歉 K小姐也表示 那就法庭见 一人黄子焦卷入未成年性争议风波 越演越烈 昔日曾经挺她 要她加油的演艺圈好友们 如今被网友一一抓出 发现他们转风向了 像是艺人钟星林 廖家宜还有杨千佩 在黄子焦咪兔事件爆发后 曾打气要她快快回归 如今都纷纷表态支持儿少修法连述文 面对质疑杨千佩直求回应 如果真的我们当时知道这个情形 没有人会希望她回来吧 杨千佩十八岁就认识黄子焦 两人曾在社群平台一起大谈育儿经 超过二十年的焦情确定走不下去 另外黄子焦昔日搭档 吴珊如出席活动时也被问 为何没有表态连数 她作出回应 想法不够完整或是完全的状况下 我会希望我自己个人再沉淀一下 而近期控告黄子焦性侵的 K小姐事件还衍生出番外篇 殖民经纪人陈孝志 转述K小姐前男友要求 一起对黄子焦先人跳 如今K小姐反其要提告 陈孝志也po文道歉 K小姐同时点名黄子焦说 等不到她的亲自道歉 只好法院见 没想到跟亲手一样 其实黄子焦在节目上的片段纷纷被挖出 也令不少人质疑 演艺界是否早有人知情 而她的经纪公司 日前曾发律师函 强调黄子焦仅有七部未成年影片 用仅有这两个字 结果掀起重怒 有网友发现 经纪公司已经删除 最初两个版本的律师函 改成简要版本 也再度引发话题 接着综合报道 台北市有一间养生会馆 爆发的劳资纠纷 有一名郭信女会计 多次向老板要求 因为自己想要当艺人 希望能够带她去喝酒应酬 引荐黄子焦 张小燕等人 她还说自己很有狼性 想要成为超级主持人 结果她才做了11天 就遭到公司解雇 理由是工作态度不佳 郭信女子对公司提出 告诉法官判她败诉 艺人黄子焦身陷迷途风波 还被报性侵 为成年少女 引发争议 周遭的人纷纷与她切割 但却有一名女会计 在台北一间养生会馆 任职期间 经向老板主动要求 带她去应酬 说想认识黄子焦 据了解这名郭信女会计师 前年12月 前往北市新医区的 养生会馆任职 平时从事柜台 整理毛巾等工作 约薪三万三 不过她却指控公司 自己才做了11天 就被老板而已解雇 提起诉讼 要求让她复职 并补发薪资 不过事后法官勘验 她和老板的对话记录 发现女会计多次传讯息 要求老板带她去喝酒应酬 表示自己想当艺人 想要认识 詹仁雄 张小燕和黄子焦 还说自己很有狼性 而养生馆的老板 出庭时也指出 这名会计师 适用期间 不但上班迟到 强化大声 炒客户服务态度欠佳 而且从来没记账 因此才将她解雇 我今年才干外 所以我不知道 要问老师傅 他们才知道 实际来到这间养生馆 员工表示不清楚 根据判决书内容 法官也发现 女会计被解雇后 仍持续传讯息给老板 要她引荐 还说不愿放弃 成为超级主持人的机会 法官审理后 认为双方是合议中止 雇佣契约 因此判女会计败诉 还可再上诉 记者认卢博聪 依然挑衅就找朋友 一起去寻仇 在高雄有一名许姓男子 不满图姓男子 在网络上张贴他的照片 还称他是四海厨余 找来了多名友人 前往对方的租屋处 持棍棒还有开皮卡 冲撞民宅 随后逃逸 隔了一个小时又折返 而亲密男子 把装成便衣的园警 当成了对方的人 下车叫嚣 结果通通被逮 橘色皮卡 加速冲撞民宅 三名男子从侧边冲出来 帮忙呛杀 不停大喊 要对方出来 却没有人理 接着坐在皮卡上的人 也下车 只见好几名男子 持棍棒朝着铁卷门 一阵猛敲猛打 随即快闪离开 回到事发现场 铁卷门已经变形 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双方到底有何 深仇大恨 里头住的是什么人 附近的居民也不清楚 而这起冲突事件 就发生在九后凌晨两点多 图信男子先是在IG上 贴出许信男子的照片 餐间也早餐店的他为四海 厨余引罚学习男子不满 找朋友到图信男子的 诸乌处报仇 但对方早已收到风声 逃离诸乌处 隔一个小时 这群恶煞又折返 亲密男子把穿着 变异的远景 当成是对方的人 下车叫修 结果通通被带回禁局 全案于军巡后 将涉案许男整七人 依刑法妨碍秩序 毁损等罪前 移送高雄地铁署侦办 不满遭人调限 被叫厨余 学习男子 即日我孟廷德明 这个欧雄的采访不到 今天的发烧话题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花莲大地震的搜救过程当中 搜救犬的功劳 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而台中市消防局搜救队 就公开了整个训练的过程 最重要的课程 就是要让犬只 对人产生高度的兴趣 并且适时的给予奖励 让犬只觉得 在瓦砾堆当中找人 整个过程是有成就感的 整个训练的过程 其实是相当不容易 送 搜救犬听从指示 直奔瓦砾堆中 以寻气味寻找代救者 找到代救者后 搜救犬就会狂吹告知未知 广者课程 在训练中可不简单 基本入门课程 就是要让犬只 对人有兴趣 训练过程中奖励可是很重要的 目的就是要让犬只觉得找人有趣 像在玩捉迷藏 而课程中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在瓦砾堆中做训练 这样难度拉高到瓦砾堆的时候 很容易因为石头跟一些土石落差比较大的时候 它可能会跌落 对犬只上面可能会有受挫感 训练过程必须按部就班 犬只有一定的认知后 再将场地由平地转移到瓦砾堆中 棍中犬只还得克服在瓦砾堆上的障碍及恐惧 进而由视觉转变以嗅觉进行搜寻 我们会借由一些寻宝游戏或者是冒险游戏 让狗运用它的嗅觉 找到那个人得到奖励品 搜救员表示一只犬只完成训练到实际上场 必须经过至少一年的培训 今年4月5月是台中市消防局的国际救援轮值月 台中有5只搜救犬待命 随时出动执行救援任务 接着从长城市捷台中采访岛 0403地震之后在新北市是有12栋建物被贴上了红黄单 标示为危险建物 而其中在土城沿河路移动大厦有53户 超过80人被撤离 人数是新北市最多的 现场的支撑住水泥块掉落钢筋乳漏 而在今天住户调出了构造图 认为钢筋疑似有偷工减料的情况 柱子的钢筋数量不对 号数也不一致 要求新水市政府要来彻查 而住户现在是有家归不得 难掩悲伤情绪当场落泪 就在这里住了20年 那现在这样一续之间房子没了 心情真的很差 情绪会提机动到哭出来 因为新北土城这栋房屋 柱子震动严重回损 里头钢筋几乎变形 拉起长长封锁线 就怕出问题用H钢梁加以固定 但有家归不得住户真的好无奈 我们一生毕生的居序都在这边 每天晚上看到这栋房子有家归不得 那种心情实在是好复杂好可怜 住宅不安全53户住户被迫迁离 不过市府提供的旅宿直到这一天 明天该何去何从成为一大难题 带着两个孩子受灾住户难掩悲伤情绪 因为土城区在新北市灾情最严重 除了五张红丹有两张是土城 七张黄丹中土城区也占了四张 而这栋建物不但被震出问题 更被发现厂商疑似偷工减料 裸露了这两只百分百就是少料 三分之一的量是非常害怕的 两根柱子被震坏仔细一看不得了 主金应该要有20只但却只看得到13只 而且原本应该都用较粗的10号钢筋 部分却掺杂了较细的8号钢筋 另外捆绑主金的孤金也比预计的还要细 建材出问题市府表示会严正处理 动作坏的话明天就会去现场确认 如果确实是钢筋减少的情形 请他们负起责任 地震影响全台不但震出灾情 更让房屋结构被发现有问题 在明年请求政府帮忙忙还给他们安全的家 政府拿出后前例 唯后奏灾后前例 记者黄秦霆 冯王女士妹报道 又发生疑似集体食物中毒的意外 新北树林有39人到南台湾旅游 昨天中午在台南的翁瑶集餐厅吃完午餐之后 有25个人陆续的头晕腹痛还上吐下线 其中有一名长者到厕所呕吐时 还不小心滑倒骨折 集体到嘉义的大医院来挂急诊 有团人就怀疑了是午餐吃到没有熟的炸海鲜卷所导致 不过业者回应不太可能没有熟 而卫生局也立刻派员机查 医院急诊室涌路大批旅游团现场一片混乱 各个表情痛苦 他们南下旅游却疑似食物中毒 有的躺在病床上 有的坐在椅子上狂灌水等待诊治 这批从新北树林出发的39人旅游团 7号南下出游 8号中午到了台南翁瑶集餐厅 用完餐后疑似集体食物中毒 共25人陆续出现不适症状 包括头晕腹痛上吐下泻等 还有一名长者在厕所呕吐时不慎滑倒大腿骨折 9号一早游览车直接开到医院急诊大门 团圆中有人怀疑是午餐其中一道炸海鲜没熟 所导致业者也赶紧出面回应 我们又找到当天有来订餐的团体团客 那我们打了总共有两团 查询之后都没有这些状况 有人怀疑说春节 这个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事实上我们餐厅对这个卫生 我们也是非常注重 台南市卫生局已经派员到餐厅 机查食物以及环境卫生 近期食安风波人性惶惶 究竟是不是食物出问题 还有等待后续检验报告 记得综合报道 台南医院妇产科原名正行医师 遭多名女业务指控下药性侵 受害者两度召开记者会 整起事件才曝光 台北地检署8号迟搜索票 前往郑姓医师的住处 还有办公室搜索 并且将人带回调查 讯后以40万人交保 郑姓医师对指控极力撇清 表示是因为没有选用对方的产品 他心生埋怨才会恶意指控性侵 但是当事人再度发声 表示从第一次提告开始 郑姓医师就开始湮灭证据 最无辜的还是受害者 希望司法能够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我们的妈妈在生产过程当中 有时候会有一些疾病 讲台上的医师讲解子宫癌防治 展现专业 她是台大妇产科正姓名医 但却遭到多名女业务两度召开记者会 指控遭她性骚 甚至下药性侵 身为药厂业务员的多名女子 去年提报正姓名医指控她 借着想了解产品等理由 约到居酒屋聚餐聊天 没想到却疑似被趁机下药 再将人载到汽车旅馆 性侵受害人数多达6人 就这么巧都发生在同一家餐厅 还是同一间旅馆 都是实际滞味 最无辜的还是受害者 专案小组8号持搜索票 前往正姓名医的住处 再来到台大医院搜索她的办公室 发现办公室已经被清理一空 台北地检署介入调查 将郑姓医师带回复训 最后裁定40万元交保 郑医师在庭上极力撇清 认为对方是因为没有选用她的产品 才新生埋怨恶意指控性侵 且先前的案件早就或不起诉 否认所有犯刑 那我希望警方能够协助他们 让这位性侵嫌疑犯行之以法 台大医院去年6月 对郑医师提起伦理调查 同年底解除她的职务 台大校方则是停聘6个月 但郑医师有申请复辟 目前赵评会还没做出决议 就等司法查明真相 给双方一个招待 记者马上的帮忙家台北采访报道 政治焦点来关心到的是 准总统赖清德的内阁人士布局 传出已经拍板定案 正副格魁将由卓荣泰 郑立军搭档组阁 新内阁走稳定务实路线 而卓荣泰之所以能够顺利出现 一方面仰赖他善于沟通的强项 卓荣泰资历完整 府院党全部都历练过 在党内更有大师兄之称 辈分足以来协调各个派系 而至于府院党三长潘孟安入主 总统府接任秘书长 龚明星转任行政院秘书长 而民进党秘书长则是由林又昌出任 第一波人事准总统赖清德 将在明天上午公布 这个问题没有问到 卓院长胡植欲出 准总统赖清德的内阁布局 传出已经拍板定案 前党主席卓荣泰担任行政院长 搭档副院长郑立军组阁 卓军沛出现 偏充派系考量 符合赖准总统 商人力求稳健五十 陈建仁曾被征询留任 但他表明要回到学界继续研究 赖清德最早的隔魁口袋名单 其中合硕董事长童子贤 一度表示愿意考虑 但后来因为家庭因素而让贤 中央泰之所以能脱颖而出 仰赖他的中央地方资历 从明代做起在贬政府时期 出任总统府副秘书长 更是赖清德隔魁任内的 行政院秘书长 那时就建立良好默契 党内更有大师兄支撑 身段柔软 震得住内部派系 党得了国会炮火 服院党资历全包 是赖清德心中的可靠人选 台海的安全跟和平 已经不是两岸的课题 志林军在赖清德竞选时 担任政策操盘手 对新政府国政部话最了解 也凸显赖清德的重要左右双腹 副总统副格魁 都有女性执掌 至于府院党三长 赖清德竞选总干事潘梦安 将入总统府接任府秘书长 行政院秘书长则由 国发会主委公明星转任 借重他的财经背景 也显示赖准总统 确立半导体AIIC设计 经济产业发展的方向 另外民进党秘书长 则是由内政部长林友常接任 出任民进党秘书长 有个赖副怎么谈的 礼貌质疑不否认 政国会的林友常接党秘书长 兼顾派系平衡 终身带接棒 也象征党务区与年轻化 林友常更肩负2026操盘 九合一大选重任 对于2026的部分呢 可以强化整体的一个战战力 卓军配上场先发 组务时内阁应对朝小野大挑战 力求稳定政局 纪律宣黄伟财黄子廷 冯浩宇泰报道 台新闻开日期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台湾时间今天凌晨 北美洲出现了日全时的奇景 从墨西哥 美国到加拿大 不少的民众走出户外 欣赏这难得一见的天文奇观 随着天空全黑 现场惊呼连连 让人惊艳的天文魔幻秀 在北美登场 有些民众生平第一次看到日全时 感动到流泪 有人把握 难得机会 因为这可能是人生最终回 纽约尼加拉大瀑布旁人山人海 一边欣赏日全时 一边体验壮阔波澜 两场壮观美景一次满足 达美航空还推出官日时限定航班 让旅客从高空透过超大窗户 欣赏美景 纽纽约时报广场上有不少人观赏 天狗吞日的奇景 弗蒙特的高山上 有人求婚成功 阿肯瑟州有300多对新人 一起完成终身大事 月球将太阳完全遮住 日全时最长持续超过4分钟 一般也有3分半钟以上 不过温度下降将近10度 北美民众看到日全时 下次要再等20年 刘勇伟编译 台积电宣布将在美国 雅利桑那州盖第三座晶圆厂 在此同时 美国商务部也跟台积电 签署了备忘录 台积电将获得美方 最高66亿美元的直接补助 而台积电在雅利桑那州的 总资本支出超过了650亿美元 将是雅利桑那州史上 规模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案 台积电宣布在雅利桑那州 盖晶圆三场的同时 美国商务部跟台积电 签署备忘录 台积电将获得美国最高 66亿美元的直接补助 第三场计划生产2奈米 或更先进的制程 台积电在雅利桑那州的 总投资金额 将达到2兆多台币 将是雅利桑那州史上 规模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案 台积电强调先进制程的重心 仍在台湾 美国厂的先进制程会比台湾 落后一个世代 未来美国厂的产能 占台积电整体占比仍低 上个月拜登政府宣布提供 美国晶片大厂英特尔 85亿美元盖晶片厂 如今又砸下66亿美元 补助台积电 晶片的战略地位不言可遇 为了对抗中国的军力扩张 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在8号宣布将扩大高科技研发的 第二支柱阵容 并且考虑优先纳入日本 同时白宫国安顾问苏立文 在接受日本NHK专访的时候也提到 为了强化美日同盟的威哲力 美日领袖峰会将宣布在日本设立 统合司令部 以加强驻日美军的作战指挥功能 随着印太紧张情势升高 澳洲 英国 美国等三国的国防部长 发布联合声明 AUKUS在2021年成立了两大支柱 第一支柱为英美协助澳洲 取得核动力潜见 三个成员国维持不变 但第二支柱渴望有新的伙伴 而且优先考虑日本 澳洲 英美将在今年讨论 第二支柱纳入额外伙伴的个别计划 借着中方直跳脚 就在美日两国领袖峰会 10号登场前夕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接受了NHK专访 强调美日同盟将增加 对中国野心的威责力 日本自卫队跟驻日美军 也将有结构性的变革 让彼此的步调更加协调一致 明年三月之前 日本将成立其中管理陆 海空 各自卫队的统合司令部 驻日美军司令部的组织架构也将升级 以便稳健的整合作战指挥的功能 提升战力 前面的变业 梵蒂刚在8号发表声明 重申教廷反对变性 代孕跟堕胎的立场不变 但是书记主教费南德兹强调 迫害同性族群的行为 让他感到痛心 教廷绝对不赞成 同性恋入嘴 范蒂刚去年12月 批准神父能够给予同性伴侣祝福 更是反对将同性恋入罪 针对某些国家或地区 迫害同性族群的行为感到痛心 8号发出的声明也明确指出 教廷对于变性 代孕和堕胎的强烈谴责 立场不变 教宗方济各去年2月结束非洲行 就曾表态将同性恋入罪 是罪恶也不公平 但这也引发保守派教徒的不满 现在社会中 代孕的需求越来越多 互相倾听包容理解 恐怕是不同宗教各个族群 还需努力的目标 综合报道 开斋节到属印尼返乡朝 挤爆了车站公路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阿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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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两天就像不定时炸弹 所以是有四天为天 你的脸手 这是便宜 我做检查 治疗不要放棄 还有那句话没说 漂亮的护理师姐姐帮我打电梯 阿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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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国界的科学使命 解谜藏在冰川的暖化密码 4月14日晚前8点 请锁定台式新闻台 地球的极限 开斋节10号登场 全球各地的穆斯林 准备欢度开斋节 火车站大厅 万头传动 摩肩擦肿满满都是人 高速公路也塞爆 车子一辆辆绵延好几公里 几乎看不到尽头 印尼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开斋节10号登场 民众纷纷返乡团圆 印尼今年有1.9亿人返乡过节 大规模的人口移动 让政府如临大敌 推出多项管制 另外市场也是挤满采买人潮 受到通膨影响 食品物价飙涨 也让开斋节采买捉筋见肘 镜头转到土耳其 经过一个月的灾介禁食后 穆斯林会吃甜点 快速补充体力 伊斯坦堡这家高饼店 从蔬果提炼青花素 混合面粉后 做成低糖甜点 让患有糖尿病的穆斯林 也能大享口福 而烽火连天的迦萨中部 市集也摆满了各式甜点 要让民众欢度开斋节 不过大家却高兴不起来 以色列坚决扫荡哈马斯 让迦萨成为人间炼狱 就连斋节月也不曾停火 对迦萨民众来说 唯有停战 才是开斋节的最大喜悦 求凯文编译 有三只绵羊紧跟一名女子 让人吓得拔腿就逃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你想当个健康快乐的人吗 跟着冠儀 吃着营养 动得灵活 活着健康 消费情报赞 每周一至周五 陪你健康生活 请跟单 每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 台式最新八点党大戏 追分成功 每周一至周五 晚上八点 台式追分成功 我今晚是专家是在中午啊 我如果真的去坐车 这个专家的民主 也没看过呢 我这个朋友 你有一点麻烦 他请我查一下眼镜 什么眼镜 我不懂 这个叫创数真的 你肯定把草丸 带着要账地吗 没不对 我肯定帮自己刷 也帮他刷 我去包装 带你来找队上 是小姐走去哪里了 我们去买趟吗 拜告拜告 暗时两点 一个屋檐下 满满都是冰了 怎么办呢 超越国界的科学使命 解谜藏在冰川的暖化密码 四月十四日晚前八点 请锁定台式新闻台 地球的极限 再见了 我的冷毒乌龙面 再见了 高丽猜 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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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总觉得有点可怕 我没办法收 全新一季 新蜡笔扫星 每周六晚间六点三十分 全台独家首播 列宝 我以肩负未来的春日部 世新风的代表身份 向你提出饶蛇决斗挑战 看来街头好像热闹起来了 究竟那对获胜也错过了 全新一季 新蜡笔扫星 每周六晚间六点三十分 全台独家首播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台式最新八点导致 追分成功 每周到八国晚上八点 车手下台式 追分成功 他们两个 绝对不是单纯的险位关系而已 优伦 你在哪里 我到家了 你明明就在问机这 不然现在骗我说你到家了 你是在怀疑我又问机 走到这一步 可是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了 也没理由继续走下去 这样你怎么不敢 有人放棄才会有人在哪 百里到百里 晚上六点一个屋檐下 完满都是冰啊 怎么办呢 动物失控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 有农场出现了三只绵羊 像是幽灵一般的紧跟路人不放 让人心慌慌 还有一群游客经过巷群 却被其中一只大象紧迫逼车 白色的尖牙就要戳破车尾灯 另外在美国犹他州社区 则是出现了逃跑小猪 耍得警方团团转 绿草如荫的农场 出现惨烈的尖叫声 镜头隐约看见 三只白色的绵羊紧追在后 吓得女子花容失色 这群绵羊忽然像幽灵般紧跟不放 逼得他们拔腿就跑 失控的动物不止绵羊 一群游客跟象群狭路相逢 原本只是想安静地路过 却似乎激入了其中一只大象 象群开始狂奔 仰起阵阵尘土 回头只见大象紧迫逼车 白色金牙就要戳破车尾灯 乘客惊魂未定 好端端地突然遭大象追赶 动物追人不明就里 人追动物通常是出于无奈 在美国犹他州社区 出现逃跑的猪只 在街上四处游荡 眼看情况焦灼 追捕警察脚步踩稳 决定使出假动作 向右跨一步 虚晃一招再快速折返 扑倒小猪 小猪眼看大事已去 束手无策 只好乖乖就范 让警察整只抱走 成功弃拿归案 动物失控案件层出不穷 但追捕原警伸手矫健 确速控制混乱场面 令人刮目相看 综合报导 辽国警方破获走私案 救出了16只冰围黑熊宝宝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完满都是冰啊 怎么办呢 你不想落在这冰围 因为它超纏纏 水和冰围 你不会停止 超越国界的科学使命 解谜藏在冰川的暖化密码 4月14日晚前8点 请锁定台式新闻台 地球的极限 再见了 我的冷毒乌龙面 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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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总觉得有点可怕 我没办法收 全新一季 新蜡笔扫星 每周六晚间六点三十分 全台独家首播 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 台式最新八点岛大戏 追分成功 每星期到八五晚上八点 车手画台式追分成功 我感觉你感觉变得更加要紧张 我以前没这样感觉 现在我发现 我是爱家的动物 哈喽 阿 阿嬷 稍等一 我会在冰座自己发出邀请 你会自己吗 一定 好 我这次人应该找不到 比他更好的男人 所以现在可以找到我结婚 我应该答应 五点钟就够了 看起来还不得紧张 八到八五晚上六点 一个屋檐下 完满都是冰啊 怎么办呢 你不愿意落在冰座 因为它超纏紧张 水和冰 你会不会停止 可能你被冰座被冰座 我必须知道怎么用 是的 现在是准备 超越国界的科学使命 简迷藏在冰川的暖化密码 四月十四日晚前八点 请锁定台式新闻台 地球的极限 哇 你好 受到华南过来的云程影响 今天各地持续 有一些局部短暂雨发生 再加上东北风的增强 所以今天不只在北部东半部 温度下降转凉 台北高温只有19度 台中的高温也降到 只有在25度上下 不过明天水气要减少 温度要回升 只不过迎风面的 包括了基隆东半部 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雨会出现 西半部主要是多云道勤 温度虽然回升 但早晚还有北台湾 还是稍微会有些凉异 透过卫星云图一块来了解 从云图上可以看到 今天受到华南 这里有一些云程移过来的关系 就造成各地 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雨发生 不过等到明天来看的话 这华南过来的水气要减少了 当然降雨会减少 降雨范围也会缩小 只是因为明天吹的 还是一个偏东北风 所以迎风面地区 包括了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 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机会 基隆北海岸跟宜兰 相对降雨机率比较高一些些 至于在西半部的山区 到了下午的时候 也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雨会发生 但西半部的平地雨就不太会下了 只是台北桃园 明天云量偏多 偶尔可以见到阳光 过了新竹苗栗以南 中部南部 明天都是多云道晴 越往南边走 见到阳光的几率也就会越高 接下来等到后天 也就是礼拜四的时候 随着风向 进一步转为偏东风 水气还会更少一些 所以礼拜四来看 就在东半部有些零星降雨 西半部的山区 午后也可能有一些零星的雨势 但是西半部的平地 在礼拜四都是晴到多云 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接下来包括了礼拜五 离拜六甚至到礼拜天 也就是接下来这个周末 台湾附近转为偏南风 水气同样少的情况底下 只有东半部有些零星降雨 会发生 其他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形态 如果这个周末要安排活动 户外活动没有太大问题 而温度部分透过地面天气图 也要告诉大家 封面过了后头高压 带来一些东北风 造成今天在北部东半部 温度转凉之外 中部的温度也都稍微的下滑 提醒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受到这东北风的影响 温度还是稍微偏凉的 在低温部分 要提醒大家 包括了中部以北 一直到宜兰花莲这种低温 大约17到19度左右 南部 东南部低温在21到23度左右 所以还是要适时的添加衣物 等到明天白天开始 随着东北风减弱 阳光露脸 温度也会跟着回升 整体来说 明天白天北台湾舒适 中南部会来的比较暖热 在明天的温度部分 在北台湾大约在19到23度 24度上下 中部地区在19到29度 南部地区23到30度 至于在东半部台东地区 则可以来到21到27度上下 接下来等到后天 也就是礼拜四的时候 温度还会进一步的回升 尤其等到礼拜五 礼拜六甚至礼拜天 偏南风吹起来 各地的高温都可以超过30度 尤其中部南部甚至到了周末 局部高温上看34度了 所以最后天气上的小叮铃 我们就要提醒大家 明天来看的话 早晚还是稍微微凉 适时的天加一五 白天温度会回升 但是西半部的沿海 恒春半岛还有外岛地区 还是要留意强阵风 因为还是东北风在吹 有一些境外污染物 西半部的空气品质 尤其中部还是会比较差一些 明天天气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 明天在台湾附近水气会减少 温度会回升 只是在北部一直到桃园台北 云量还是比较偏多 新竹苗栗以南就有机会见到阳光 基隆20到22度 台北19到22度 新北19到23度 台湾19到24度 新竹20到25度 苗栗高温可以到27度 而到了中部地区 明天主要是多云稻晴 天气相对比较稳定 只是山区午后 可能有一些局部降雨 台中21到29度 彰化20到28度 南投21到29度 云林21到29度 嘉义21到30度 中部地区明天空气品质 就会比较差一些 而南部地区来看 明天主要也是多云稻晴 山区午后零星的降雨 台南23到29度 高雄25到29度 屏東23到31度 早晚舒适 白天比較暖熱 而東半部地区 在明天還是有一些局部 短暖雨的機會 在宜蘭跟花蓮 台東則是云量偏多 温度稍微回升 宜蘭是9到22度 花蓮是9到24度 台東21到26度 而在外島地区 主要是多云稻晴的 在澎湖21到25度 未来天氣透過圖卡 明天網提到 溫度要回升了 水氣會減少 只是東半部 還有一些局部短暖雨 禮拜四天氣更穩定 溫度進一步的回暖 尤其禮拜五 禮拜六 甚至到禮拜天 各地的溫度 都會來得比較高一些 鎖定台式氣象 軍海每天更林 不要天氣 每週一至週五 晚間八點 台式最新八點檔大戲 追分成功 每禮拜到 拜五 晚上八點 請收看台市 追分成功 我今晚是中午 也是在中午 我真的去桌家 這個中間的民主 也難看 我這個朋友 你就是有點麻煩 他請我查一下案件 什麼案件 我不知道 一個叫創數珍的 你確定把祖蘭 帶在十八點檔嗎 沒錯 我確定幫自己算 也幫他算 我去保障 待會兒來找隊長 自己的職業走去哪裡 我們去買房 拜告拜告 我們要暗期打電 一個屋簷下 藍滿都是兵啊 怎麼辦呢 你不想倒進這個架子 因為它超級滑 水和泥 你不會停止 可能你被捕了 我必須知道 如何使用它 然後它要開啟 超越國界的科學使命 解謎藏在冰川的暖化密碼 4月14日晚前8點 請鎖定台式新聞台 地球的極限 再見了 我的冷毒烏龍面 再見了 高麗菜 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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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 總覺得有點可怕 我沒辦法收 全新一季 新蠟筆掃新 每週六晚間6點30分 全台獨家首播 你想當個健康快樂的人嗎 跟著冠儀 吃著營養 動得靈活 活著健康 消費情報讚 每週一至週五 陪你健康生活 真簡單 每禮拜一到拜五 晚上在八點 台式最新八點檔的大集 最快成功 他們兩個 絕對不是單純的 憲慰關係而已 憲憲 你在哪裡 我到家了 你明明就在問期這裡 有誰騙我告訴你到家了 你是在懷疑我跟問期 走到這一步 卡司令最基本的信任都沒有了 也沒有理由繼續走下去 這樣你怎麼會不敢 有人放棄才會有人在哪裡 拜一到拜五 晚上六點一個屋簷下 滿滿都是冰啊怎麼辦呢 你不想落在這個冰 因為它超級暈眩 水和泡 你不會停止 可能你被捕捉了 我必須知道怎麼使用 是的 解謎藏在冰川的暖化密碼 四月十四日晚前八點 請鎖定台式新聞台 地球的極限 烈棒 我以肩負未來的春日部 世新風的代表身份 向你提出饒舌決鬥挑戰 呦呦 看來街頭好像熱鬧起來了 究竟那隊獲勝也錯過了 那國警方日前破獲了一起 亞洲黑熊走私案 救出了十六隻 冰圍的亞洲黑熊寶寶 並且將牠們送往 野生動物保護區安置 新聞最後我們帶大家 一塊住關心 我是林依儒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 台式晚節新聞 晚安 我們再會 每週一至週五晚間八點 台式最新八點檔大戲 追分成功 每個禮拜到 拜五晚上八點 請收看台式